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事业中酒精含量0.05% 肇事率加倍 驾驶能力变差 喝了四瓶啤酒 呼气中每公升酒精浓度可达0.55毫克 事业中酒精浓度0.11% 肇事率上升至失败 身体的平衡感与判断率受到影响 该宣导资料所用的啤酒单位是1瓶600毫升 酒精浓度5% 在中国大陆会被重罚 在台湾 酒侧值 若超过每公升呼气 0.15毫克 即成立酒醉驾车 储驾驶人心台币1.5万至9万元罚金 并达厂一致保管盖汽车及调口驾驶执照业年 吐气所含酒精浓度达每公升0.25毫克 或血液中酒精浓度达0.05%以上者 即违反刑法公共危险罪 储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20万元以下罚金 因为公共危险罪是公诉罪 因此警方会主动移送罚办 而如果五年内酒驾两次以上 罚款9万元 当场吊销驾照 如教室致人重伤或死亡 肇事者吊销驾照 且终身不得再考 所有酒驾者都必须接受到路交通安全讲习 台湾酒驾标准被交通部长和承担称全球最严格 但被网民批评没有达到实际效用 因为根据现行法令 酒驾者一个弱无伤人 刑击和罚金都不高 根据中国大陆的标准 驾驶人每公升血液中 酒精含量超过200毫克 低于800毫克时极为酒驾 每公升血液中酒精含量超过800毫克浓度0.08% 或吹起每公升酒精含量超过0.4毫克极为最佳 在台湾印偶像剧走红的陈乔恩 吐佐今年演绎中心包在大陆 吐文2015年 陈乔恩亮相北京国际电影节 陈乔恩的酒册值0.67 在台湾将被以公共危险罪起诉 在中国大陆也触犯危险驾驶罪 中国在2011年修正刑法 罪驾者会触犯刑法 危险驾驾驶罪 之以罚款处分 2017年11月 前央视主播郎永存罪驾案 一审宣判 郎永存被检验到血液中 酒精含量 每207.9MG100毫升 每公升200719毫克 浓度0.2079% 血液酒精含量达到200毫克 每100毫升 每公升2000毫克以上 因从重量刑 因此依犯危险驾驶罪 判郎永存局13个月 罚金人民币4000元 在香港 酒 价野是刑事罪刑 最高可判罚港币25000元 约95000元 新台币级监禁三年 出犯就会被停牌 最短六个月 最多两年 2017年5月 香港一名男子酒驾撞死人 因肇事者不是酒驾出犯 因此被判监禁两年并停牌五年 还能有哪些处罚 最酒驾车肇事 长期名列台湾交通事故 致死的主因 台湾立法院交通委员会 2017年4月初审 通过道路交通管理 驻罚条例修正案 采连作法 与酒驾者同车乘客 发新差币6000至12000元 拒绝酒策的罚款 从酒万条高到十八案 修法增加特殊识别车牌 五年内酒驾累贩 必须化特殊识别车牌 修法法案尚未通过三度实施 日段法律严惩酒驾 除了酒驾者外 车辆提供者酒类提供者 以及同车乘客都会遭到处罚 泰国政府寄出非常手段 酒驾者可被送至停时间工作 执念酒驾可能造成了后果 美国各州对酒驾的处罚不同 以加州为例 无人伤亡 无逃义行为的酒驾出办 吊销驾照半年 拔款1500至1800美元 五年内如再次酒驾 拔款和刑期加倍 若七年内有三次酒驾被捕记录 即使无造成人员伤亡 仍会被控 二级谋杀罪 加州有酒驾前科者 还必须在车内安装 汽车发动流测系统 若车内有酒位就无法启动 那些年酒驾的名人都怎么了 今年来在中国以文化人身份 主持谈话节目 享有高知名度 在京城寺上 武林外式演出反派角色的中国演员刘硕 2017年在横店酒驾自传身亡 中年40岁 香港演技派男星梁家威三年内二度酒驾 2005年在度酒驾被判入狱两个月 但缓刑三年 罚款一万元港币并刑排三年 中年 词